在华谊20周年的时候 那封信里面有两个词 让人印象格外深刻 一个是去电影化 一个是国际化 我们先聊去电影化 我所谓的去电影化 就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是不是只拍电影的问题 但是人们不禁质疑 华谊是靠电影起家 那电影真的做好了没有呢 他就急着去电影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了 这是不是您想拥有的 这种拥有中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一个主题公园 当然了 这个我觉得我们 一定要在这边走出路来 这个迪斯尼走到今天成功 一定它只拍电影 一定不是今天的迪斯尼 但是这方面的数据 是有70%是不赚钱的 为什么华谊觉得 自己可以成为那种 这个我觉得太简单了 我觉得这一个公司 就是这叫 为什么你是华谊兄弟 因为你是华谊兄弟 因为你赚钱才是华谊兄弟 那我想问 比如说像王金花 陈国富这样的老人的离开 是不是对华谊是个巨大的冲击 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创业精神 陈国富离开一点不伤感情 王金花离开一点不伤感情 到底华谊的核心品牌是什么 是你们吗 现在华谊兄弟的核心品牌 我觉得是四个字 一定是人嘛 起码现在我觉得我是和我弟弟 我们两个肯定是公司的最大的核心价值 您觉得在您理想中的华谊应该是什么样子 又有单电影的这种超级影响力 非常稳定的安全的财务支撑 把它永远是在这个行业里当领导者 那谁最有可能挑战到华谊的龙头大尔地位 不知道 没有什么挑战 还有一种声音说 未来影视公司其实是给BAT服务的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谁也不是为谁服务 那翻过来说 它的渠道也是为你服务的 所以这个服务我觉得是交叉的 那华谊不会担心这些渠道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我觉得说做企业千万不要担心 就是没做好 它也没什么丢人的 就这么简单 今年电影没卖好 也不丢人 因为这个事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除了钟磊之外 您觉得谁还能被认为是您的兄弟 我觉得你工作上 我觉得我可能跟冯小刚导演是最亲密的 可以说冯小刚对您而言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冯小刚是万万不能的 我不去理解这句话 我也 我这句 我觉得没谁都是不是不能的 现在有人开玩笑说 您是中国最懒的CEO 是吗 这他肯定带着玩笑的成分吧 只是我的生活方式呢 朋友们都知道 分享一下您的24小时 到底是什么生活状态 那几点起床 我正常的大概11点多钟起床 那真正开始工作 那到下午了 每天下午都会安排一个 比较短暂的那种工作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我现在大多数的业余生活就是 初之学家呀 画一广画 这张画呢是 已经画了快 这应该它是45岁的时候 我呢因为自己学美术的 对这个肖像啊 对绘画一直蛮喜欢的 后来我就突然想 我是不是每隔五年送给我太太一个生日礼物 现在已经画了第三幅了 能问一句就是您若干次的减持套现 是跟用现金来支持您儿子相关吗 一个创业人套现 或者是创业人去减持自己的股票 我觉得是一个太正常太正常的事 一个创业人如果不去减持自己的股票 那这个创业干什么呢 你满意你现在的状态吗 太满意了 为什么 就是无处不在的幸福吧 您最痛恨别人什么缺点 不真实的小朋友吧 您最珍惜什么 健康和家庭周边的环境 幸福环境 您觉得最奢侈的是什么 有业余时间 大量的业余时间 那您一直在奢侈的生活呀 所以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对 肯定是不够的 我是艾成艾文的创始人 第一次见到王中军 他衣着朴素 见谈又不乏幽默 当我问道 你怎么看别人称你为娱乐教父时 王中军只是谦虚地说 自己只是运气好吧 也许王中军不会承认 他像极了理查德布兰德森 因为后者用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气质 在残酷的商业世界里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个性 为真 而王中军则用他的想象力 开创了华谊兄弟的娱乐大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